今天风起乐阳完结了 冥蒙头就不说开心的事情了 就说一说百里红毅吧 百里红毅这个人呢 我觉得他是这个故事里面 就是一个没有 就是OOC过的角色 他从始至终呢 做的事情 包括选择啊 包括就是爱恨啊 都没有脱离这个角色的 这个人物 还有他自己的成长线 就是他没有背叛过这些东西 他没有因为爱情 而就是失去理智过 对于他父亲死掉的这个仇恨呢 他也没有通过 就是不理智的方式去 就是报复 当然这也是性格使然的问题 因为百里红毅他就是 他的设定就是 他不是那种 就是会通过不理智的方式 去解决问题的人 但是他这个人物 他不是那种 就是让你觉得 他真的是一个不近人情的 一个冰冷的 一个设定好的人物 而是他反而在很多事情上 你可以看得出 他并不是就是 反而很多事情 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是就是有过挣扎的 因为他有过两次机会 就是说要报仇啊 什么的 但是他没有这么做 因为在他心里面 其实一直都是有天平的嘛 就是所以说 我觉得这个人物 是一个完满人物 他并没有过失格 就是一直在他人物的 角色的路线上成长 然后我也从一开始 就是觉得百里红毅这个人 就是他一出场 你会觉得啊 这个人他不怎么近人情 然后到后来慢慢理解他 了解他 然后慢慢越来越喜欢他 所以说他其实是一个 比较了不起的角色 然后演员 我亲爱的宝贝 波波 他对这个角色演绎呢 也让我觉得 他始终是 在他自己 就是许诺过的 或者说 他也确实是在自己 承诺过的 自己说出来的路线上 一直在努力 然后他自己也给这个角色加入了 就是很多他自己思考以后 打磨过以后的细节 所以我觉得就是 在现在的成果里 他还是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的 那就是说 还是每一次 道别 走程序 但我还是很 心里还是很舍不得 百里红毅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角色 就是他从 一开始那种铜墙铁壁的状态 就是慢慢打开心扉 然后慢慢和你建立感情 当然和他自己的世界里的人物 建立感情 还有跟观众建立感情 我觉得这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现在要道别了 还是蛮舍不得的 这两篇看的韩剧也说嘛 说 人是永远没有办法习惯道别的 所以我也不打算和他告别 我只是 就是像在洛阳城里生活的一个人一样 就是希望他到处去游玩 然后享受自己的人生 但最终能回到洛阳 然后再见面这样 希望再见面的时候 我和我们的小百里 都变成了更好的人 希望小百里能够一直一直一直 幸福下去 我真的会想念你的哟 百里